新车记录器画面上 驾驶先是撞上前方车辆 导致前车挡风破了一整个破碎 但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接着还往右边变换车道 继续往前开了一段 再度撞上前方车辆 可以看到撞击力道之大 残骸四散 遮住视线 但惊人的事还没完 肇事车辆依旧朝前方追撞 我感觉后面车子 好像顶了我一下 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 就心里活着 我感觉到车速快起来 到最后我还是 我是按了没办法 我按了替打 中国浙江省京华市 最近发生高速公路 连续追撞车祸 照市驾驶宣称 被后方车辆碰撞后 自己的车辆就不受控制 狂飙两公里 连续撞回五辆车后才停下 当时这辆小车 是撞起了好几辆车 我们一直往前行驶了 大概两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 才停下来 被撞车辆有的几乎全毁 惨不忍睹 还好车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但过程实在太离奇 警方表示整起事故 仍在调查当中